《金典岸》 《鸡汉之夜》 《川普大会》 《川普在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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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条件的地方呢? 就是适合大家休息 适合闭关嘛 有的地方的地气 他就很适合 你这个区就很容易纪念掉 很容易把这个妄想扎捏 中南山那么大的青岭山脉 有些地方就不行 干扰很多 中南山那个 整个的青岭山脉 我们先找吧 筛选手几块 给你发照片也可以 我叫氛围太浓了 太浓了 有些不是 也不是 有些有道理 它有些东西 那种像啊 有些族形的像太多了 有些像毛棚的像啊 山洞的像 小城的像啊 戒律像啊 光主庭六大主庭都在那里 我们要是直接从原造窃入 其实就需要很 扩一切 就是一下子进去就是 就是 世俗个出世主义 就是一下子学搞定了 去个方的 就是需要有新的东西 就是这个地方可能 没有任何佛教啊 禅宗啊 没有什么宗派的东西 实在不行就放到四大佛教身体 但是 那就是说哎呦 不愿意找佛像 嗯 还沾一点也好 不着吧 还坐不住 嗯 那就是 嗯 但是也是 原因 一直一直一直弄起来 一直没有 一直找不到 嗯 英语也不到 好多人去死 你到入洞的时候 嗯 也许 谁想先入洞 是啊 我觉得你们去年的今年还是有进步 所以可能过来 哎 慢慢你到了那个真的需要的时候 现在闭了也就闭了 后来 后来也就闭过两切关 嗯 可能清静一点点吧 嗯 可能感觉到清静 感觉到清静了 只是感觉清静 就是底下的血流还是不断 表面上就像那水结成冰了 不动了 太流行动了 在底下做的 还是功德不够 是我给大家好好修 谢谢 功德不够 就是说大家修是修 涉及到自信 心性上的东西做的不够 这才能是功德嘛 你光做一些表面 就是说每一个修法到最后都要设心 不要回到你内心的起心动念 就是心性上 要改变你的习气和欲望的才算功德 只是在修 只是在做善行 修正内在的行为 不是说盘腿 其实外在的盘腿打坐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如果改变不了内在的习气和欲望 始终无法把它转化为功德 就算布施也只是个善行 善行啊 就是礼绩福报 礼绩福报也不错 没福报我们听不到法华经 所以母亲比丘退席的时候 我也感态 我的这些弟子福博 听不到法华经 福报不够嘛 所以你平时 就是老师去礼绩福报也有罪集嘛 你可以听到一些开示啊 或者什么 没福报的这些听不到 但是你要是不去把它转化成内在的 心形上的东西的话 那就像弥勒菩萨 跟文书一开批福说 弥勒菩萨说 你听过也忘掉 听了你也忘了 你求明求力嘛 因为文书很公敬 弥勒菩萨很恭敬佛的哦 那见了佛就拜又恭敬啊 那就是说再叹啊佛了不起啊 那他就不放明离 明离心很重 因为文书没事都那样 明离心太重 但是他不是说不恭敬佛 人家也供养啊 恭敬啊 有口头有礼拜的 在叹佛啊 那佛是佛 他是他 他也去佛讲法 哎呀你说的就是有道理啊 在叹呀 水洗啊 哎呀 齐力交流啊 然后 然后明离心没放 所以哥也失望了 这次来又从学法化经 不同的学 一试一试学 所以要转化成内在的心情才是功德啊 才能回笑到你的道德就是修正想 否则只是理及福报啊 明离佛啊 也会很富有啊 他来了他会很有钱很有钱啊 他求美求美 那他理及到一定时候 他那个名利就来了嘛 他会很有钱很有名 没问题 他他就撤不了道 他也幸福啊 他一直也幸福啊 他也不幸 他就说 一开篇文书说明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和明了差不多 一开篇文书说明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和明了差不多 就是就是能够听闻眼 还是你生生世世里极乐福报了 你们今天去抄写法 我觉得都是你生世世世的福报啊 就是赞叹佛啊 这些就是说供养啊 赞叹啊 礼拜啊 修行啊 这些都是福报 没成道的原因是 你一直没把它当成内在的东西来去做 就是说 他的吃脉也一直 你没有去改变你的行为 改变你的习气和欲望 所以佛法就变成了佛法 你就变成你 我们求明菩萨 求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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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名的菩萨 他到后来是什么名元 让释迦牟尼佛给他受计为下一个名元 他后来改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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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如果受计的时候 大家都很吃惊说 为什么是他 嗯 因为他改了 他一改他 他一下子就成了 因为他一直生生死死理疾到哪 理疾到哪 他就那点了 放下就成了 他觉得这个到底也不是 求力求力 求力没完 这个也不是个虚幻的 他已经了过他 放下了 因为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陈导于无上正等正觉 想比台差特别了 他就放下了 当你们有一天 少少有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 你再翻回头去看电视啊 去看那些电脑啊 封面上那些 就是你看他们那种眼神 那种脸那种气 真的你不给他们换了 现在让你坐那个位置 让他来扯到你 你肯定不换 就是你看他那个脸 看那眼神你就知道 哇 已经重 已经 就是说 在五欲里边 已经不可自拔了 而且必然 而且在里边勾心 就是那种难受啊 那种挣扎 那种 那种不得志啊 那种 那种 怀采不欲啊 那种 那种心态 都在那个眼神 脸上写些 一点不清 就不自在 他就活得那种泪啊 被五欲捆绑啊 你就觉得他 他被五欲捆绑啊 你就觉得他 不是那些东西 不是他感觉到那种荣耀啊 他被五欲 就是那个牢笼里 孔住缺住 一点不自在 然后他自以为还很我慢 自以为自己了不起 自以为自己 自以为自己 他真的是猴亡的状态 就是那种 就是你 当你的眼睛亲近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很多 你就不再羡慕了 所以要有一些正面 也不是有些时候 你真的也可以入世啊 你成了也是 不是说你不可以做 但是有些事情 你真做不了 除非你真的是 很慈悲很慈悲 真的是为了度众生 人你真的做不了 就是你觉得那种 但是你 除非你把它开空啦 游戏毕竟空 对 有时候在做这些事情 就面临这些 要去做的时候 内心还是挺不想做 就是 就是 你现在不想做是分别嘛 就是说 但是 有些时候那种 熬龙啊 就是说你入了这个 比如说你进去一个圈里边 啊 很势力的圈里边 你在这个圈里边 你要去做这些 你不同流合物 你怎么做 是不是 你必须在这个圈里边立足嘛 那立足你必须跟他们一样 同样的打扮 同样的饮食 你吃还得跟他们一起吃 你 同样的说话 同样的就是说那种 一切你 他喝啥茶你就得喝啥茶 他做啥 他要每天去五星级 你就得跟着去五星级 你不然你不能在这个圈里立足啊 那就是说 但是你的心态 你知道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有些东西 但是那个时候你也是很 他们是要被困在五星级里面 他们在这个圈里边活动 但你要度你就得进入 就是说有些 但是你知道你的心是进入 切入不了这种东西 就是很虚幻 能量不够的时候就觉得很容易 能量不够的时候就觉得很容易 能量不够就刚开始就修了 容易被他转了 有些东西你是做不了的 你进去就转 对 进去就被转 被转被转 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有些纠结 你是去做了 就好像借这个圆区度呢 也是先躲开 借自己的能量够的 这个没所谓随缘吧 那凭你的智慧 你自然会去取捨 那个时候 有些东西你没知道不可为 但凭你的定理的智慧 你还是做了 有些东西你觉得可为 但是你做不了 你没那种能力 所以刚开始 你是很多东西不在你的想象里 你不要坐在这说 可不可以坐啊 到底怎么选择 是 那个时候你就是 你的正量的智慧在起作用 你的能力要正量智慧 到那个时候 但这是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毕竟在红尘里面凶 但是打坐的时候 一定所有的东西都是清净绝小 那一切东西都化为清净平等 没有构金 没有这些东西不要分别了 就是凶的时候 所以一开始不能空掉 但是一开始有清净 但是一开始有清净 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 就是说现在其实 做公益啊做智慧 其实有些东西 就比较是经到福报 但是现在其实社会上 也很多人在做这一块 那如果对于这个 在做这一块的人 他怎么样 是不是要关注自己的 其心动面的同时 然后就能力 把这种公益智慧 转化成功 要是你要是这样 你必须首先要明了 一个人做智慧 他必须先明了佛的界地 就是说你要知道佛在说什么 要是说他要转化这功德 只是佛法里面讲 你要成道 要发起 明了佛的界地 但是发起他要愿意成就无上症的 就觉得这样一组心 那样才去转他 如果是他只是说去修正 说我把他回下到这些起心动面 那他没有佛的界地指导 他仍然很难 很难把他成为一个成道的功德 因为他要想成就成佛 那么这个就是说 比如说他去做慈善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 说其实是无所得 就是说一切就是说 比如做的这些善行 他第一次回下他的起心动面 说这个是如果我去做慈 如果是把慈善作为一种职业 那是令到别的 所以我去布施啊 或者是做什么 做一个善行 那从那些去除我的贪乱的 或者去除起心动面 不要去回报啊 甚至不要去理解啊等等 因为无我嘛 所以没有做的这件事的像 不着这个事的像 也不着帮助人的像 这三个事要读不着 这就是回归到修道位上了 回归到你的修道上了 但是首先要了解佛的见地 我觉得很重要 首先要了解佛的见地 然后还要有阅历 你要想成佛 然后才是所有的一切 所做所行 回效到你的道位上 是有间地发愿 正等正觉 然后把这些行为 回效到 你看那个法华经 法华经里面都讲到这些 你看那法华经底下 到使利佛被授记的时候 使利佛授记了 好多天人狂欢啊 把身上的天衣啊 他们的天衣 把身到空中 就像我们脱了帽子 哇 哇啥神啊 啊 激动的跳啊 因为使利佛承到 那说明我们也能承到了吗 他们因为跟使利佛是同德 他觉得 使利佛成佛了 我们也成佛啊 他就敲敲完了 他就赞颂啊 他就说 崇敬以后 就是我把所有的 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要回向到我 成就无上正本正觉的 到位上来 就指着这个 就是把每一个行为 每个念头 都要回到我 成就这个功德上来 都要回到这个功德 都要回到自己的起行动念上 就开始 他要发跃成就正等正觉 开始他们还觉得 可能 不一定能成佛嘛 成佛太难了 可能 几千万年 那都是天才 就一个能成佛 那现在大家都能成佛 就很开心嘛 嗯 他们就不求嘛 开始 那就像大家都觉得 哎呀 成个科学家 太难了 那就像是爱因斯坦呢 我肯定今生是不不忘了 那就大家求都不求 你就没有一个目标嘛 那现在大家 小力佛成佛呢 说哎呀 我们也可以 那就激动啊 激动然后狂怀 然后说 从此以后把所有的善行 所有的善行 所有的所做所为 都要回向到 我成就无上正等正等正觉 就说我有目标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而做而想 嗯 那你就不只是做慈善的 做别的也是了 每一天每一年过 都是为了 离那个正等正觉果位 更圆满更圆满更圆满 所有的每件事 其他的就成了副业 嗯 这是贴人的发心啊 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做大慈善家 他们他们本来就 就是在帮人的时候 他们也不求回报 因为他有那个能力了嘛 他不是他也不是说 他只是想利益更多的 只是想利益 这已经是菩萨型了 这些人他做做做 他心无卦呀 他心里面越来越坦大 心胸气度越来越宽广 这个时候 他一旦听入到佛的界地 一旦他法越成就无上这个 他的正量就够了 他刹那这阶级就到达了 功德正量全部够了 就不用我们没有做过的这些人 发了心才在慢慢理及了 人家已经做了 做了很多 就是一直在做 做慈善 已经在做慈善的过程中 已经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 别人可能有的时候 说人家做秀 或者是什么都无所谓了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他已经不再回去 说别人的说什么 他也不在意了 他就已经那个正量也跟着在做到 而且也不在意说是 就是说谁会回报我啊 这个社会是不是 会助长别人的贪乱啊 会有没有人回报我啊 有没有人去感恩我啊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那个需要一种大能力的 做做 其实真正做做一种 承当一些东西 做一些事业 有越有能力的人 越不求回报 你能力不够 你做了一点 就很想要别人理解回报 运用能力的那种大力菩萨 他就他就无所谓 我帮了你就帮了 我要嘛不帮 要帮我就帮 帮了我就不记了 不是说是马上坐在那儿才空啊 我再把他空掉 把我过去 你要坐在那儿等着空 那啥也空不了 已经挂伤了 而且帮完就忘了 这件事已经忘了 你提起了人家可能还说 曾经我帮过你啊 忌妒记不起来 忌妒记不起来 这是那种 就是真正很有力量 这就是我们 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大力 但是 你能记住 你哪天上街 给了一个乞丐一块钱啊 因为记不住了嘛 可能那个乞丐还认识你啊 哪天见了你说 哎呀阿生 你上次我问你要钱 你给了我两块 别人都是一块 就你给了我两块 他可能记你很深啊 可能阿生说 有吗 有这回事吗 我哪天哪年哪月哪日 你给我 因为我们的能力 远远的超过了 那个乞丐那种不识 就是不识完就忘了 因为那个东西 对你已经很很小 你已经不在乎了 但是人家那些 你以为现在那些慈善家 他不识那些东西 对他就很无所谓了 所以他就能不挂 我们的能力小嘛 所以我们也是很有慈善家的礼物的 只是我们现在能力小嘛 有天我们会想佛要布施的 他不是今天说佛是众生的大布施 不如功德做嘛 他把生生世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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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礼节修行来的那些东西 无私地给我们 那我们一念之劫就得获得 你知道 就每天说的这些道理 你知道佛赠了多少节啊 他才能够领悟到这个 然后一念之劫 说告诉你 你就得你不用走了 你那个路你就不用走 你很快就可以获得它的经纪 而且他把所有的房子给你尝遍 然后告诉你这个路不通 等于在全世界他把地球 所有的路给你走了一遍 走完以后告诉你 只有一条路能通 你从那条路走 剩下的已经不用走了 全给你走过了 这也是法布斯 布斯 他的功德很大 他走完 他你就不用走 你节省你好多时间 我们本来时间就有些 我们本来都很忙 哪故乡那么臭 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个证明 是啊 是啊 他证得的东西直接告诉你 他证得 我们这么忙忙的 哪故乡 如果不是他写期间走完 我们再摸索的吧 他证得 是 他 northern 他宣伤 represents 他是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